好 接下來兩個問題 我一併請這個張將軍先幫我們談一下 根據港媒的報導指出 大陸新一代的航母浮出水面了 這個是跟福建艦不同的是 要安裝第四代的這個 一個核反應堆 配備先進的中壓直流 全電推進系統 排水量渴望達到10萬噸級 好 當然這個預計 未具有引申力的殲35 還有這個空機600預警機等等 這個所代表的背後意義是什麼 現在大陸有關於這個部分 下餃子 好 另外呢 中海油2月28號的發布消息說 深海一號跟二期綜合處理平台 已經完全安裝完成了 這個部分是大陸自主開發的 水深最深 碳堪難度最大的海上天然氣填 好 當然總重量超過1.4萬噸 這個部分呢 中國大陸看得出來 他們想要拼能源獨立嗎 對 我們現在先講這個能源 它這個是深海一號 它是在這個海南島的這個淋水機場 在東南方 110公里的水 它這個目前深海一號 它所獲得的油氣填 已經到達50億的立方公尺的量 因為它的管徑是非常的粗 它的管徑20英寸 所以它的出氣量相當的大 是這個樣 然後現在 中共整個的這個油氣井 總共有12座 這只是其中一座而已 因為它是12座 這個為什麼特別爆這一個 因為它打的深度非常的深 已經到達1500公尺了 因為已經在很深的地方了 它最重要是它克服了技術上的挑戰 通過了 那它現在大量的出產天然氣 還有一個我們講到有時候是油還有氣 還有油 不是光只是氣餌還有油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第四艘跟第五艘的航母 這兩個都是核動力 因為一直到福建界 是這個我們講的財電就穿著動力 那第四艘第五艘核動力 核動力的它的航行在海上的里程沒有限制 因為它是核子反應堆核子反應爐 然後這個樣子換句話說 它將來寒塵沒限度 將來到第二島鏈到第三島鏈 到印度洋駕輕救手 不用再帶了非常多的油 這個山東艦遼寧艦一出去的時候 要一般來講要裝到八千公噸的油 包含航用油要加進去八千公噸 那現在核子反應爐做了就不用了 那中共有核子動力的這個攻擊潛艦 還有彈道飛彈的潛艦都是核動力 所以它這個核子反應堆裝到航母 而且是兩套 所以它推進沒有問題 然後它用了中壓直流電的推進 因為為什麼不用交流 中壓直流穩定 你看那個交流電 交流電比較不穩定 因為它有60赫茲的這個頻率 你看有時候燈 你看它沒有在閃 如果你按照那個 攝影機去看了 燈有在閃 但是用直流電就不會閃 因為它是直流比較穩定 所以它用的標準就要稍微高一點 而且用了這個雙核子反應堆之後 盾位就比較大了 到10萬噸 10萬噸超過10萬噸的就是超級航母 那它將來一二三艘到福建艦大型航母 第四艘 第五艘 超級航母就出來了 換成要整個海權 這就是中共海權出來伸張了 將來到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整個的變成大洋海軍 真正出來的是要這兩艘核動力出來 好 非常感謝辮子妹 我們繼續來討論俄烏戰戰的部分 問一下介大使 你怎麼樣看現在這個中國 他們又要再度派出這個特使 來展開第二輪的穿梭外交有沒有用啊 我覺得這個很多事情成不成功啊 看時機啦 我覺得就是說中國大陸這個派特使啊 還有就孫維東也去俄羅斯訪問啊 當然基本上都是為了怎麼樣 就是俄烏戰爭啊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 我覺得大陸在判斷在時機上 因為大陸對俄烏戰爭的一個 致死到今天的立場就是四個字 勸和促談 對 來勸和促談 所以也中國大陸過去也有 就是說對某個區域做特使 那這個中國大陸特使 事實上過去也一直在活動 可是他沒有比較高調 李輝沒有那麼高調 有一段時間 他是比較在低調的還在進行 可是這次就比較高調 然後孫維東也特別跑到莫斯科 那基本上我覺得是看到那個 勸和促談這個目的啊 達成這個目標的時機 可能這現在是一個 為什麼 因為整個歐洲啊 現在他們在討論就是說 整個歐洲除了烏克蘭以外 他們是對這個歐武戰爭感到什麼 疲倦 他用這個法文叫 Fatigate 他們就用這個說 用疲倦感 其實疲倦感就很奇怪了 你如果說你都是 都是凱旋 美戰皆節的話 你不會疲倦 你還是眼神放光芒 還是充滿了這個怎麼講 未來的好美好的向往 可是現在沒有 最主要就是說 三年下來 當然打了兩年啊 每一年都有一個重要的 戰役失敗 第一年的話 你記不記得馬里烏波爾打了失敗 第二年也一場重要戰役 今年呢又一場重要的 這一場 這一場重要戰役是 他是阿福耶夫卡 就2月17號 而且是烏軍撤出 這個地方阿福耶夫卡 他的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是經營了10年的據點 那個防禦公司 是在北約的協助下建立的 因為 因為二五戰爭是2014年開始打的嘛 不是今年開始 不是兩年前 正式的應該是2014年開始打 所以阿福耶夫卡 變成一個重要的一個好 戰略據點已經有差不多10年了 10年打下來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 西方的講法說 這個炮彈比例是1比10 烏克蘭講是1比7 不管是1比10跟1比7 你沒有到彈盡圓決啦 可是你彈藥根本不夠 你怎麼打 彈藥不夠原因是什麼 烏克蘭本身沒生產 就是美國跟歐盟在幹什麼 你資源不夠 那馮德蘭現在提出這個建議 你覺得有幫助嗎 我覺得馮德蘭這個建議 會被歐洲人罵死 因為這筆錢現在比利時 比利時別人手裡 這筆錢是凍結的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外匯 你這個基本上說實話 這個你只是保管人家的錢 這是人家的錢 你這個銀行基本上 你不能用任何理由說 我把你的錢給他沒收了 讓我來製作令做他用 這個就是西方人用他的怎麼講 他們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 人家就講美國犯到最後 就是把美元武器化 然後呢 西方如果歐盟這樣做的話 就是把歐盟所有的金融業的 幾百年累積下來的這個 所謂的信用 也做武器化以後 誰還敢在你那邊存錢 誰還敢錢把你經過歐洲人經手 我想這個會把歐洲的整個銀行業 幾百年數百年的那個 那個所謂他的那個可信度 那個聲譽會毀掉 可是你知道 他基本上他現在是很不受歡迎的 他不得到他自己德國人的支持 他想要去做北約的秘書長 對不對 德國的總理反對 結果他希望 連任歐盟的這個職委會秘書長 他也沒希望 所以他現在講這話 我覺得就代表他個人 我認為不太可能成功 因為這件事已經討論了好久 三四個月了 連美國都沒有這樣做 美國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是覺得這是討論吧 用來做一個 一個談判籌碼 或者要挾有可能 真正做下去的話 我覺得會把整個歐洲 帶入一場金融的災難裡面去 那很多很多這些有錢人的錢 大概都要從歐洲的銀行裡面 提出去了 那你不要忘記 歐戰爆發以後 俄武戰爭爆發以後 歐洲已經有個大銀行 就是比利時的這個 不就是瑞士的這個 瑞士信貸 這個銀行幾乎垮掉了 那是讓歐洲人不可思議的 那這場戰爭是造成的影響很大 不過整個來講 中國大陸現在勸和促談 我覺得基本上 大陸應該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可以信任的一個 一個國家 前兩個禮拜 王毅在慕尼黑 跟烏克蘭的外長見面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這個肢體語言 烏克蘭外長是用兩隻手握著 王毅的一隻手 那態度非常誠懇 所以不要相信這些西方媒體 好像說這個 烏克蘭有一個議員說 他要跟著美國人一起去攻打中國 這是烏克蘭的普遍的名義不是 到現在為止你看烏克蘭政府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還是寄予 寄予一種期望是什麼樣 就有一天他需要跟俄羅斯 彈劾的時候他希望 中國他是比較他可以信任 因為中國大陸就說 在俄烏戰爭裡面 我是沒有唯一沒有私利的 私利 意思就是說其他在俄烏戰爭 都是有私利的 因為地緣政治來講 中國大陸距離很遠 而且中國大陸在戰前跟這個 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你不要忘記瓦良格 是從烏克蘭裡面買過來的 那中國大陸近十幾年的這個軍工 就是說烏克蘭的這個軍工專家 很多現在還在中國大陸工作 那所以這關係是很密切的 那所以就變成就另外一個 就是說烏克蘭也很清楚 如果這場戰爭結束以後 他國家要重建的話 誰有這個幫他做大型基建 以及願意給他 貸款的一個有這個能力的國家 大概就是中國大陸 你知道歐盟27個 27個會員國給 答應給這個 給這個 這個烏克蘭500億 四年給他500億歐元 這裡面有376億是什麼 是貸款 要還的 人家說烏克蘭現在能夠抵押的 所有的他國家的資產已經抵押光了 差不多了 給他的贈款也不過一百多億 所以歐洲是怎麼樣對烏克蘭 烏克蘭很清楚 那今後如果要修一個基建的話 我剛才在歐洲要修一個海港的話 那個不是三五年 可能十幾年 十幾年才修得起來了 他要整個進行國家重建的時候 他很清楚 大概基建狂魔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我覺得 為了執行他這個勸和促談 我覺得這個他認為是一個好時機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一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一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老闆 過田 紅湯 糟糕 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